各行各業都有不少改變 有些行業已經不再出現 少了很多農夫耕田 多了很多人錢骨折 有些估計不到的行業跟大家見面 只要肯創新求變 就算賣剪刀 也有得發展 這天有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 武術愛好者來到香港 參加一個武術大賽 他扮演這個比賽的是趙紫玲師傅 他十幾年前已經在外國推廣武術 這次一群徒弟徒孫來到香港 趙師傅就順便帶他們回到佛山 追尋他們武術的根源 為何會搞這個賽事 會搞這個旅程 帶上學生徒孫導師 從世界各地來到香港 然後帶他們去大陸 因為我們是玩雄家的 我們就是黃飛鴻的功夫 又是我們的少林子的功夫 好像在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羅馬尼亞 他們的人都知道黃飛鴻的功夫 我們在比賽之前 我們就去李小龍紀念館 然後就去西朝山 西朝山又是我們黃飛鴻的出生地 所以我們去到那裡又要去拜拜祖了 我就是帶領他們在黃飛鴻的神像 就是三季九寇 尊敬黃飛鴻師祖 因為我們這個門派就是黃飛鴻 是黃飛鴻師祖 黃飛鴻師祖 黃飛鴻師祖 是一名的選手 他最有名的選手 他在中國的選手 他在中國的選手 都知了他的選手 他在中國的選手 他有一名選手 我非常高興 黃飛鴻師祖 一個文藝師祖 有一個名字 也就是王飛鴻的電影 非常有興奮 我認為是好想回到中國文化 去學習更多關於中國文化 去學習更多關於王飛鴻 和歷史 趙紫玲師傅的爸爸叫趙教 趙教當年曾經跟過林世榮學功夫 而林世榮就是王飛鴻的其中一個弟子 他就在鄉下出生 他在大陸的時候來到香港 接著就去賣豬仔 買了去馬來西亞那邊 他很喜歡功夫 同時那時候的時代 是一定要學習功夫的 要不是被人欺負你 尤其是你去到外國的時候 去到別的埠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自己一技唐身 你學呀 學我學 然後別人說去賣帽 你走在那裡賣高單元散 就一直到處走 在馬來西亞、新加坡 沒多久就回到香港 林世榮就在廣州 又來香港 我爸爸是大師傅 大家說很友好 林世榮又很想認識他 指點他 因為我爸爸就是很喜歡學習 林世榮有一個侄子 叫林祖 今年已經九十八歲 是現在雄拳世系裡面 背份最高的一位 縮疾關係 我爸爸出生的時候就沒有父母了 我叫林世榮叫叔公 由林世榮叔公一手養大的 他五歲、六歲起就一直教他東西了 教功夫了 林世榮一直教他了 沒多久 林世榮就帶了林祖來香港 初初就是育行商會 說想請王飛鴻下來香港教 王飛鴻就不來了 派了林世榮 林世榮下來香港 首先在育行商會教 後期自己在竹樹坡開館 那時候就是叫林世榮國術社 19一幾年左右 那時候就有了 林祖現在還收藏了一張 他和林世榮 在1932年那時候拍的照 那張在跑馬地大球場拍的 有人請他表演 表演員的時候在那裡拍的 另外有一張慈善籌款 鎮水災之後拍的那張 林振輝師傅聽他爸爸說 上一代人之所以學功夫 主要就是想保家衛國 正如我家父林祖 當日本人進來的時候 他都保衛了很多條街 就是組織自衛隊 當時就拿著棍子而已 沒有槍沒有性的 但是個個都因為 很多人跑出來搶劫 沒得吃沒得吃的 和徒弟有興趣的來 組織一個所謂的自衛團 保護街坊、保護繩 和平之後 趙子凌的爸爸召教 開始起左敦一帶 開始武館 因為我爸爸在地上 人家每個人都走過 看看 又聽到打鼓聲 又走去看看 外面有個大廚窗 現在的舖當然是窄 以前的舖面很闊 又深又闊 就對了學功夫 很多船、艇家、孤梨 做生意 這些碼頭出入入 很多人都認識 知道我們在那裡 所以很多人跟著學 在武術世家長大 自然很小就要跟爸爸苦練功夫 日久又要讀書 晚上又要跟著又要練習 很辛苦 所以有時候就是蛇王 一蛇王一襲馬 這樣坐下 扮你 要脚腰 要手高一點 放後一點 不要這樣 這樣不對 要收拾放在這裡 我爸爸的頭腦 以前那些人都是 子衰成腹孽 他不管你有沒有興趣 一定要你繼承 不是現在這樣開放 你不喜歡什麼都逼你玩 我初期不是很大興趣 玩功夫 後期被他夾著夾著 逼著玩 弄著弄著弄著 興趣越弄越濃 不久 林鎮輝就幫他爸爸手教徒 而他爸爸其中一間舞館 就是向灣仔南屋 我十四、五歲已經在這裡幫忙教 早上、下午、夜晚 三班都在這裡教 1949、1948 在南屋那裡幫忙教 下午很多演戲都來學 文武生 夜晚就多數是學生 我們教東西 很多人進來看 那時候那些人學東西 他不是一來就來的 很多年輕人 他逐間館看的 看到認爲哪一間他喜歡 他才報名學 那我說幫忙 寫開藥單 學東西 兒子 這個人 來來來 看看他的眼睛 這裡要這樣按 給個枕 你看 你聽他的聲音 咕咕咕咕咕咕 是啊 那就是一路一路說學東西 半夜三更 以前的人 很少去醫院 很多的習性 指血 耐傷 刀傷 槍傷 打到嘔血 以前就找你這些看 這個是你爸爸的藥商 是啊 以前賣藥 出診 都是拿這些藥商去外面 你看裡面的斑帶 藥 煮藥 這些都在這裡 那這兩個呢 這兩個又是什麼 這些要種 種水的藥 這些要來 顏水的藥 顏什麼藥 這些是鐵打藥 草藥 這樣 然後賣完之後 就做了一堆 拌勻 這樣就成了一劑藥 你自己正式開館是何時開始的呢 是, 那時就1969年了 就是這一間 對, 就是這一間 這一間是幾十年了, 對吧 最多人的時候是哪一個時期呢 工夫就在六零年了, 七零年了 是很旺的 我們就是一路分開一三五 有些是二四六 有些是上舟 有些是下舟 有些是特別班 他們多數是讀書 有些是做酒樓的 做製衣的也有 做五金也有 這一班人呢 他們喜歡學功夫的 尤其是工廠那班人 只要肯創新求變 就算賣膠剪 就算賣膠剪 都有得發展 五六十年代 在香港學功夫是很盛行的 到七十年代 因為李小龍電影的關係 就更加多人學功夫了 而當時學功夫 多數就會上一些天盤上面學的 這麼巧 我就在這些天盤上面學功夫了 我的師父叫周永德 那為什麼我要跟他學呢 主要去旺角街市就很有名的 第二 我爸爸跟他就好朋友 第三 最重要了 就因為我小時候打膠受了傷 那我爸爸就帶我上去 就給他衣鐵打 那他就說你既然是和人打膠 你不如就跟我學兩招旁身 那所以我就跟他學功夫了 傳統的武館呢 就僅有這一類型的神偉的 這位是我師公鄧芳 他有黃飛行的徒弟 當年他在三水下來香港教拳 我師父周永德就跟他學了 我們練武之人 很多時候都會供奉關帝的 因為師父是餘孽的 所以他都會供奉天后娘娘 什麼叫做天台武館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這個環境了 這個環境就是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 我們上來之後呢 第一時間就會打一下這些沙包的 打沙包就是亂一下權力 和練一下我們的硬度 跟著呢就會來這個 洪拳最主要的一個木人莊 其實是練我們的僑手的 練完之後呢 我們會在這裡打拳 或者甚至乎玩一下兵器 兵器呢就有大爬 關刀 鷹槍 棍之餘呢 還有刀的 紅拳比較有名的就是這套蝴蝶雙刀 好了 玩完兵器 諸如此類呢 就還可以在這裡舞獅打鼓 但在我來說呢 我們小孩的時候 每一晚吃完飯七點鐘後呢 我會走上來就學功夫了 是怎樣學法的呢 首先就把自己所識的 由頭打刺給師父看 那如果他覺得你OK啦 玩得很好啦 他會再教你新的招式的 然後第二天呢 我們又要再上來 從頭就玩一次 又是由頭到尾玩一次呢 師父教過你的那些東西 如是者 我就在這裡玩了十幾年了 你是哪個鄉下的人 三水 廣東三水 廣東三水 你在哪個時候 和怎樣認識鄧芳的呢 那我呢 在街市 賣魚 那那陸騎呢 那個陸騎呢 就做打鐵的 做到一條腰骨 就找鄧芳醫 鄧芳跟醫護的那條腰骨 那之後呢 他帶我去看鄧芳玩東西 看看我自己喜歡 他介紹我去鄧芳學習 師天學 伏虎 公治 虎學 五營 棍 刀 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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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都不行了 逼著去學 學兩手 旁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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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時是否做街市 那個很品流複雜 是啊 那時候是很複雜的 一天一天打幾場交 那些是甚麼 你要和那些甚麼人打 和那些 就是大家的街邊 或者那些收鬼錢 那些有人看鬼 有人收鬼錢 到了70年代 師父就在旺角街市 買了一個天台的單位 成立自己的武館 我在油麻地找到旺角 都是找天台搞到東西 買的 買了就有點 買的